美國總統大選至今還沒有宣布勝選者 而現任總統川普也正在就選舉舞弊進行法律訴訟 美國聯邦總務署署長莫菲 雖然在11月23號通知拜登團隊 可以準備啟動正式的權力移交過程 但他也在通知函上強調 這只是基於事態發展 不代表認證勝選者 拜登本人雖然以單方面宣布勝選 並啟動過渡程序 不過 他的國務院過度審查小組被美國媒體曝光 至少有4人任職於具有中共背景的公司 奧爾布萊萊石橋集團 簡稱ASG 這4人包括集團高級副總裁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 他是拜登國務院過度審查小組的負責人 還被拜登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格林菲爾德在ASG負責非洲業務 非洲部分地區正受到中共一帶一路的控制 此外 ASG副總裁蘇蒙娜古哈 高級顧問羅伯塔·S.雅各布森 也是拜登國務院過度審查小組的成員 另一個高級顧問伊麗莎白·L.利特菲爾德 是拜登國務院過度團隊審查小組 國際發展部門的負責人 ASG是一家全球商業策略公司 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美國媒體《國家脈動》資深記者 納塔利·溫斯特11月24號發表文章 指出ASG集團等於中國共產黨 文章說 ASG網站的中國地區頁面顯示 ASG的中國業務是該公司最大的 唯一的國家業務 而且在中國的業務需要和中共充分協作 公司一團隊中有多名中共高級官員和外交官員為宣傳點 例如ASG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立剛是中共黨員 他曾任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經商參贊 中共駐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室經商參贊 當然ASG團隊中也包括前任美國政府中的 高級官員和外交官 在宣傳的一個案例中ASG說 我們首先確認可能支持此項收購案的中共官員 和股東 然後我們密切接觸 涉及政府批准程序的官員和部門 密切關注進展並處理問題 我們的客戶還利用了美國政府的支持 來支持這項投資 該策略最終導致了美國內閣秘書的訪問 另一方面 ASG也幫助美國公司符合中共的商業指令 他們形容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 只需要一個條件 嚴格遵守中共的規則 例如 一家度假和娛樂跨國公司 在進入中國市場的過程中 在監管部門批准的環節遇到困難 ASG自稱幫助該公司全面瞭解了 中共的監管情況和官方目標 此外 拜登在11月23號任命了前副國務卿 安東尼·布林肯擔任他的國務卿 但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 國務院郵件記錄顯示 布林肯與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也存在關聯 而亨特·拜登深陷硬盤門醜聞 他與中共、烏克蘭的利益勾兌 也被曝光涉及拜登本人 中國問題學者薛馳表示 川普政府已經把中共和中國清晰分開 而拜登卻打算再組和中共有利益瓜葛的團隊 這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